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父亲培养我们上大学可以说是很困难的 甚至是借钱给我们上大学 那我觉得我在单位那样做的话 收入非常低连自己都养不活可以说 我也觉得我有这个技术 我学了服装设计 能够做出自己的品牌 至少可以把家里的债还掉 然后可以让他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过了好些年以后觉得有点掏空的感觉 每年都是在创作创作 然后没有再去吸收什么新东西 1999年在法国的巴黎高级时尚工会学校 两个月的时间专门学立体裁剪 我做了很多笔记 非常非常认真 那个笔记都是回来都可以教学的 最主要的收获还是开阔眼界吧 我觉得两个月时间 除了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学习之外 那么所有的课语时间 大街小巷地看那些各种展览 各种小店铺 特别喜欢那些各种艺术品店 就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舍不得 就说买个面包就去吃完就逛街去了 有些面料工艺商拿来给我们看凉丑 我们一看确实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它的那个外观 那些天然的基礼 都是一般的丝丑所没有的 就特别滑爽 特别天然滋朴的感觉 再去了解它的过程当中 才发现凉丑 它是用纯天然的百分之百的丝丑 作为原材料 在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广东 用植物汁浸泡晒出来的一种 纯天然的植物染色的面料 这个过程其实特别感动我们 经过三十几道工序 十来天时间在夏天大太阳下 在那个草地上 那么多工人那么多工序 它的光泽不是说光芒四射那种 是非常低调的 雅致的 可以慢慢地品味 可以把生活的脚步慢下来 然后去感受它 去享受它这样 下决心做这个保护机的 其实压力非常大的 因为是外行嘛 就是做服装 可以做那么大一个建筑物 要把这个东西保护下来 没有做过 请谁设计啊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都是经过好长时间的选择和斗争这样 后来嘛 正好那个时候 08年吧 是吧 上海那个四国会 英国的建筑设计师托把斯 他的那个英国馆 普工英那个建筑 大家都特别喜欢 我们也是特别喜欢 就是喜欢到故事里 就觉得一定要找这位设计师 给我们设计这个保护基地 这样 对方也是看冷的嘛 他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很吸引他 跟环保有关 跟那个传统的手工艺有关 所以他就很热情 很积极地来配合我们 了解我们的情况 托马斯先生 自从见到我们之后 就成了我们的忠实粉丝 他有一次在上海 一个演讲上面 还穿到我们的衣服 在讲台上 撩起裤腿 给大家说 这个是我穿的是两处的 就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们的品牌 在深圳都已经 二十几年了 在世界各地的话 希望能够开出一些小花 所以我们也将会选址 在巴黎的左岸 最具巴黎气息的 这样一个地段去开店 有时候我坐在巴黎的地铁里 都在回复我们团队的这个微信 有时候因为这样 然后地铁坐过头了 其实总的来说 巴黎的这个实体变 也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梦想 法国人真正接触到你之后 他会觉得 原来中国其实是有原创的 非常高级的 非常注重环保 这样一种品牌存在的 可能会不赚钱 但是会很有意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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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